小嘴 大家平安 今天要講台灣歷史 台灣歷史 總共四百年 怎麼說四百年 就是有文字記載 叫做歷史 無文字記載 叫做書證書 這個台灣 一六二數年 火蘭人定六 所以我們的歷史 是由一六二數年開始算 因為火蘭人有文字 所以你頭一個文字 是火蘭文 一六二數年 那現在說完 離空二數年 剛才完四百年 其實台灣歷史是 比較不到四百年 齁 同時呢 中國歷史有多幾年 怎麼不答案 我跟你講齁 中國 有文字齁 是三千年 三千一百萬年 這 這就證明了 我去故宮博物院齁 那有寫一個 世界地道 有一個世界地道 它說 世界文字的源起 齁 最古早 是在埃及這個地方 有 有文字開始 齁 那都是什麼新聞齁 是 三千五百 BC 齁 BC 是什麼意思 Before Christ 就是說 亞洲 亞洲 南城 三千五百年 我們現在是 兩千年嘛 就是五千五百多年 埃及文 在中國 這個地方是 一三空空BC 所以 加上 兩千年 所以 三千三百年 這是 故宮說的齁 就是中國歷史三千三百年 但是啊 他只有五千年的歷史 碰峰齁 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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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甲骨 甲骨 發展共 碰峰 在 黃河 落水 哦 在落油 吼 這個地方發生文化 這叫做 河路的文化 我們現在台灣的 叫做河路的 就是 從上條 開始 最古早的 冠月 我們是 冠月 最好的月 但是 匠林 建書 匠 和酒 下去 建書 匠林 南千 千去哪裡 匠林 很驕傲 他有孤獨的文化 有文字 來到 江南 那時候江南 鄧江伊南 都在外國 啊 這個外國 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 這個河路的 在 中國 有七個性 在說河路 不是說 只有我們台灣在說河路 台灣 不是 不修中國的 所以七個性 沒有包含台灣 它在 江蘇 接江 江西 在 福建 江東 江西 和海南島 啊 不是說 這些性分 都在說河路 說河路 說河路 不是這樣說 是這個姓 裡面 有一個鎮頭 有一個 所在 要 這樣 isolate 這樣 那個 孤立 在說 啊 它不會跟當中的人 染掉 譬如說 我們現在去新加坡 新加坡 在說什麼 也是說河路 啊 但是 它的 有 吊吊吊 那是 藥酒 那是跟 那是跟當中的人 南島 南島 鎮 那 也有去 南島 這個 客家音的 也有去 南島 這個 其他 牛 的 所在 所以 吼 台灣 南北邊 還不一樣 現在 扣電視的幫忙 齁 差不多 說話差不多了 齁 但是 也有少許區別 你這個 南不來 你這個 北不來 都實在 所以 我們現在在說 歷史 所以 有文字記載 才叫做歷史 所以 我們頭部 還有多少 本書 還要扣出來 三皇五帝 指南針 那些都是 傳說而已 那些不是歷史 這樣 你有清楚 那些東西 實在是 碰峰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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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變成金針禮 你如果說 指南針 不是中國人發明的 人家 人家在罵 齁 其實 我們才會說 欸 根本就沒有文字 在歐白說的 就有的 這樣性格真的 齁 所以我們 這接口 在說 台灣歷史 我們是說 政客的 台灣歷史 齁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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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說齁 日本是來 本來齁 我下的族齁齁 下的那裏有 一本 叫這個 歸代的台灣人 日俱時期 就是日本 佔據台灣 但是那時候 十幾年前下的族 齁 所以日俱時期 要去 應該是日治時期 齁 齁 好 那些日本來 佔台灣 齁 這是有一個 加五戰爭 加五戰爭 清條書 加 台灣跟 遼東半島 掛給日本 啊 但是 遼東半島 如果要買手 又去 英國人 跟 法國人 跟 蘇聯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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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抗議 你不可以拿這麼多 蘇安 和 拿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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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付給人 什麼 我跟他說 什麼 您有高雄人 沒有 坐好 後來 高雄有一個 叫做 既甄 還是既後 對不 那是海關 對不 海關什麼人 收錢 穿著 用 還給人 住兵 收錢 你就欠我那些 temps 你要背上我兩億元的黃金,你如果沒有兩億 海關的收花的 所以在台北淡水 有紅毛聲,也要收小金 這還要延遍來 在台北 這個有一個叫淡水港 開放淡水港 淡水港要怎麼算法? 為淡水 淡水河在賣起來,來到大條鎮 再賣起來,來到樓下 這條都叫淡水港 淡水港要收的時候,這地方也貪心 你說 要開一個附港 這個是誰港 再開一個附港,附港就是貴人港 所以我們台灣會說,這隻港 那個時候,台北淡水 有兩條 洋人街 躲到過了 就是跟北京